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听听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59期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3篇 不悔改则死亡 当时在那里有人告诉耶稣 说有些加利利人在向上帝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害 耶稣说因为这些加利利人死于非命 你们就以为他们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结局 西罗亚塔到他时所压死的那18个人 你们以为他们比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坏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要是不悔改 你们也要同样死亡 不接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接着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 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葡萄园里 住了一棵无花果树 他想在树上找果子 却找不着 于是他对言丁说 你看三年来 我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 什么也没有找到 把它砍了吧 合并摆占土地 言丁说 主人请再宽容一年 等我挖松他周围的泥土 加上肥料 如果明年结果子便罢 不然你就把它砍掉 在安息日治好驼背的女人 一个安息日 耶稣在某会堂里教导人 有一个女人被邪灵覆着 病了十八年 腰老是弯着 不能站直 耶稣看见她 就叫她 对她说 妇人 你的病离开你了 耶稣用手按着她 她立刻直起腰来 就送赞上帝 会堂的主管 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十分恼固 对大家说 我们有六天好工作 要治病应该在这六天里 而不该在安息日 主回答她 你这伪善的人啊 难道你们在安息日 就不解开草边的牛 驴 牵出去喝水吗 这女人 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她被撒旦 绑了十八年 难道在安息日 就不应该解开她的锁链了 耶稣这话 使她的敌人 都觉得惭愧 但是群众 对她所做一切奇妙的事 都很兴奋 芥菜种的比喻 耶稣说 上帝国像什么呢 我要拿什么来比你呢 它好比一粒芥菜种子 有人把它种在自己的园子里 芥菜长大以后 成为一棵树 连飞鸟也在它的枝子上 打窝 面教的比喻 耶稣又说 我要拿什么来比你上帝的国呢 它好比较 有女人 拿来放在四十公升的里面 是全面团都发起来 窄门 耶稣经过许多村镇 朝耶路撒冷去 沿途教导人 有人问他 主啊 得救的人不多吧 耶稣回答他们 你们要努力从窄门进去 我告诉你们 有许多人想进去 却进不去 等到一家的主人 起来关了门 你们才站在门外敲门 说 先生 请给我们开门 他要回答 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要说 我们曾经跟你一起吃喝 你也在我们的大街上教导过我们 可是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走开 你们看见亚伯拉罕 米萨 雅各和先知们 都在上帝的国度里 而你们 却被驱逐在外面的时候 就要哀哭 咬牙切齿了 从东西南北各地 都有人来 参加上帝国的宴席 那些居后的 将要再先 在先的 将要居后 为耶路撒冷哀哭 就在那时候 有几个法利塞人来见耶稣 对他说 你得离开这里 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西律想要杀你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去告诉那狐狸 你瞧 今天和明天 我要赶鬼治病 第三天 我要完成我的工作 虽然这样 今天 明天 后天 我必须向前走 因为先知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 被杀 是不对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杀了先知 又用石头 打死了上帝 还派到你们 这里来的使者 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 像母鸡 把小鸡 挤挤在翅膀下一样 可是你们不愿意 瞧吧 你们的家园 将变成一片荒凉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从此 再也见不到我 直到你们说 愿上帝赐福给 奉主名而来的那位 耶稣治好病人 第十四篇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到一个法利塞人领袖的家里吃饭 有人窥伺着他 刚好在他面前 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 耶稣就问那些法律教师和法利塞人说 我们的法律准不准许在安息日治病呢 他们都闭口不言 耶稣就扶着那人 治好他 打发他走 于是他对大家说 你们当中 谁有儿子或牛 在安息日掉进井里去 而不立刻把他拉上来 他们对耶稣所问的话 无法回答 谦卑和待客之道 耶稣注意到 有些客人 替自己挑选宴席上的守卫 就用比喻对大家说 你被请去参加婚宴的时候 不要坐在守卫上 恐怕有比你更受尊重的客人 也在被邀请之列 那个邀请你们的主人 要上来对你说 请让坐给这一位吧 那时候 你会觉得很难为情 不得不退到末位 你被请的时候 就去坐在末位 让主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坐 这样 你在宾客面前就有光彩 因为上帝 要把自高的人 降为卑卑 又高举自甘卑卑的人 耶稣 你就有福了 后面予利 我们然后就去帶来 我们こと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家的主人非常烦恼 就对仆人说 赶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 把贫穷的、残疾的、失明的、跛脚的都带进来 不久,仆人来回话说 主人,你所吩咐的已经办好了 可是还有许多空位呢 主人就对仆人说 到满路和漏巷里去 强拉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那些先前所邀请的人 绝不能享受我的宴席 做门徒的代价 有许许多的人跟耶稣一起走 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 到我这里来的人 要不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弟兄、姊妹 甚至于他自己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当中 有谁想盖一座高楼 不先坐下来 精打细算一番 看看有没有完成 全部工程的费用 否则 恐怕地基垫好以后 楼房无法完成 看见的人都会笑话他 说 这个人开工建造 却不能完工 假使有一个国王 领着一支一万人的队伍 要去跟另一个 应有两万人军队的国王打仗 他一定先坐下来 估量自己的实力 看看能不能对抗敌军 如果不能 他就得趁着敌军 还在远方的时候 派遣使节 去跟对方谈判和平的条件 同样 你们无论谁 除非放弃所有的一切 不能做我的门徒 无用的盐 盐原是好的 但是如果失了味 怎能使它再咸呢 就是把它当土壤或肥料 也不适宜 只好丢弃 有耳朵的 都听吧 迷羊的比喻 第十五篇 有一次 好些睡棍和坏人 都来听耶稣讲道 法利塞人和经学教师们 埋怨说 这个人竟接拿坏人 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 因此 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假如你们当中 有人有一百只羊 其中有一只迷失了 怎么办呢 他一定把其他的九十九只 留在草场 去找那只迷失的 直到找着为止 一旦找着了 他就高兴地把羊 搁在肩膀上 带回家去 然后 邀请朋友 邻居 对他们说 来 跟我一起庆祝吧 我那只迷失的羊儿 已经找着了 同样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的悔改 在天上的喜乐 要比已经有了九十九个 无需悔改的艺人 所有的喜乐 还大呢 诗钱的比喻 假如一个女子 有十个银币 诗掉了一个 怎么办呢 她一定点起灯来 打扫房间 到处仔细寻找 直到找着为止 一旦找着了 她就邀请朋友和邻居来 对他们说 来跟我一起庆祝吧 我那遗失的银币 已经找着了 同样 我告诉你们 上帝的天使 也要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 而高兴 仁慈父亲的比喻 耶稣继续说 某人有两个儿子 那小儿子对父亲说 爸爸 请你现在就把我 所得的产业分给我 父亲就把产业 分给两个儿子 过几天 小儿子卖掉了 分得的产业 带着钱 离家走了 他到了遥远的地方 在那里挥霍无度 过放荡的生活 当他花尽了 所有的一切 那地方发生了 严重饥荒 他就一贫如洗 只好去投靠 当地的一个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农场 去看猪 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莢来冲击 可是 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吃 最后 他醒悟过来 说 我父亲那里有许多故宫 他们的粮食充足有余 我反倒在这里 饿死吗 我要起来 回到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 请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 于是 他动身回父亲那里去 他离家还远 父亲忘见了他 就充满爱怜 奔向前去 紧抱着他 不停地亲吻 儿子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了 可是父亲吩咐仆人说 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 拿戒指给他戴上 拿鞋子替他穿上 把那头小肥牛牵来 宰了 让我们设宴庆祝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于是大家欢宴起来 那时候 大儿子正在农场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 他叫一个仆人过来 问他怎么一回事 仆人回答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看见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小肥牛宰了 大儿子非常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出来劝他 他却对父亲说 你看 这些年来 我像奴隶一样 为你工作 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你给过我什么呢 连一头小山羊 让我跟朋友们 热闹一番都没有 但是 你这个儿子 他把你的财产 都花在娼妓身上 现在回来 你就为他宰了小肥牛 父亲对他说 孩子啊 你常跟我在一起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可是 你这个弟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我们为他 设宴庆祝 是应该的 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 香音时光 伴你迎接 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 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 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 听说 世界名著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